女士作词 杜晓月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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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晓月 我在杜晓月 已經將近六年了 將近要滿六年 我上初進來 這邊也是一個巧合 那後來跟我進來沒多久 公司對我的期限蠻大的 因為他們一直想要把我拉上來 那時候才剛進來第四個月就把我生生復墊 那時候壓力很大 超級大的 但他們就覺得他們很信任我 那在之後呢 然後就去正式一個人去機場店 待 之後又經歷了大小的外長 就派去海外住店 在六年之內 公司給我一些很不一樣的環境 去學習不一樣的環境 去怎麼去應對 所以我也蠻開心公司給我這樣的機會 公司上到下 不管哪一個主管 他們都一定會煮這一碗麵 為什麼這碗麵那麼重要呢 因為這一碗麵是杜小爺的起家嘛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煮一碗麵加個東西 燙燙然後把肉燥加一下 像他加一下 這樣就OK了 但沒有知道 他每一個動作都會影響到 你最後的成果 就像建築一樣 你在開東西的時候 步一步一步的 處理 跟你隨便的處理 最後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所以 每一個步驟都是 他的意義在 那在學習秘密區域 最過程中 我真正快放了一面 也不是說我已經很成熟了 你只是自己主管 你還有進階高階 那我學習秘密是這個區塊 最高階的話 你要會調肉燥 你會判斷 今天的肉燥狀況 所以我們每天都是要吃一碗麵 不少要吃一碗 我們老闆想要 想要問說 進來你想吃麵嗎 當初也很意外說 進來公司說 進來要煮東西 我私信證外廠進來 所以外廠你要會 你還會煮 你才有辦法去跟客人說故事 杜曉月他有124年的歷史 那我也很慶幸說 我能參與到 124年的其中一小部分 我覺得 一家白眼老店 你不可能學不懂得到的 尤其是做餐飲的部分 你更難遇到 因為老闆 他們很堅持這件事 也讓我覺得說 做一件對的事情 天使久了 那你就一定一定會成功的 我覺得 這是我對老闆 還有他們 他的第一代 我覺得很佩服這件事 在杜曉月我要感謝的 真的收起來蠻多的 第一個要感謝 我覺得是我 當初在選主面的時候 的師父 他的指導非常的嚴厲 他讓我很快地 把他面區學起來 再來就是 轉經理 我感激他 我覺得 我覺得很感謝 他的原因是 因為他讓我有機會 可以到海外去傳 那他在私底下 對員工也是一個 很不錯的一個老闆 私底下可以 把他當成朋友 一樣這樣聊 他在香港的話 他都會找我吃個飯聊個天 所以因為是 總結我覺得 他可能真的 很有親和力 他想找員工聊天 他覺得 他對一個新鮮的事情 他也很有興趣 所以 我覺得還蠻感謝他的 是因為 轉身的關係 然後他能讓杜小月 有不一樣的一些 傳染藝術作品 進到杜小月 這進來杜小月的話 我覺得 不管是誰 那你今天進來杜小月 只是變成一個希望的 你還是有心情機會 你不可能 願意做這樣的部分 只要你有機會 你將你願意 跟老闆提出 你敢提出 老闆一定肯給你 如果是我的話 一定會推薦說 朋友來到杜小月 因為公司 未來的發展性 我看得到 公司的規劃性是有的 所以說我覺得 可以很放心的來 加入杜小月